然后怎么办呢 有平民区 有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但是以色列照样 用坦克开炸 他袭击了三处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营区 结果你看到不得了 两名维和部队人员重伤 据说是印尼裔的 那他是向这个避难的掩体开火 然后历头 我稍后让这个历将军上来 从地图 从这个卫星图来看一下 这个维和部队的营区 距离我们看到 这个以色列 直接把营地部署到这个附近 双方大概只有65公尺 目视可及 非常近 但是炸联合国部队 维和部队 无论如何让大家无法忍受 但也不是第一次 你看到06年的时候 当时在第二次 这个黎巴嫩战争 以色列就曾经空袭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那当时包括中国维和士兵在内 总共有四人死亡 然后事后以色列解释 到了9月他解释 他说是用了不精准的地图 说是误诈 你信吗 当那是06年的时候 另外一头你看到这个欧盟也说 在这个黎巴嫩 以色列军队跨越另一条红线 今天各方谴责 大陆国防部的官网 再度重申第二十二批 那维和工兵到目前为止坚守岗位 目前中国大陆维和部队在当地大概有四百多人 联合国代表附冲 今天在安理会强烈谴责 丢出了四个不能 不能接受黎巴嫩要重新重蹈加萨覆辙 还有中方对以色列挑衅国际法 挑战人到底线 震惊 粪盖 据说今天这个安理会大家一片沉默 来我请这个黎将军上来 我们从这个地图上来看一下 以色列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是把这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当他的人肉盾牌吗 我先讲 就是这联合国维和部队 是2006年 这个以色列跟黎巴嫩冲突之后 然后联合国1701号的一个决议案 然后派驻联合国的这个维和部队 那总共有50个国家 有些国家人多就多一点 有些国家人出的少一点 总共有50个国家 总共派了一万五千人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来 那他们画了一条线叫蓝线 蓝线也就是下面这条线蓝线 大家注意到这是他蓝线 也就是说你以色列的部队 不可以越过蓝线 那北边来讲的话 他以这个利塔尼河为界线 以这个为界线 那这个距离概略是30公里 那为什么那时候画这条30公里 是以这个黎巴嫩政府党的 这种火箭炮的射程为主 射程范围 对 它的卡丘莎火箭炮 射程最多40公里 就是你在这块区域里面 我这样30公里 你只能就是黎巴嫩政府党 如果要打的话 你也不会打到以色列 所以用这个距离 30公里来做一个维和 大概如果就用炮兵的火炮来讲的话 大概也都在射程之外 那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大家看到 这个几个点 这个我想有几个比较明显的 跟这个军事有关的 这个地方叫葛兰高地 葛兰高地 葛兰高地 那这条叫利塔尼河 这个 现在这是以色列如果占领 那我个人研判 就以色列来讲 他为了他安全 我那时候有研判过 他们希望能够控制到 推到利塔尼河 然后配合他葛兰 已经占领的葛兰高地 居高临下 然后部队如果推到这边来的话 然后将这个地方 他这个占领这个地方以后 肃清这个地区的所有 郑主党 他的火箭炮 让你的火箭炮 不能打到以色列北部 然后这样的话 他的居民就可以安全回到北部 好我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丽将军讲这个大地图 我们这样来看会比较清楚 以色黎巴嫩 实际就是黎巴嫩 南部的这一块放大来看 就是我们现在所呈现的这个地方 那现在以色列发动地面攻势 到今天是第十天 第十天 他其实地面攻势非常不顺利 他总共投进去了四个师 但是来讲的话 他大概只有推进几百公尺 连一公里都没有推进去 所以他现在急了 连威吓部队他都打 那这个是以色列关闭的军事区 他这个地方是他关闭区 那我们现在换下一张图 我跟大家讲一下 来导播下一张 这个图 这是卫星图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 现在这是其中一个阵地 他等一下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就知道这个阵地的位置 还有他 6G52号阵地的卫星图 那现在看到是以色列 这个地方是意大利驻守的吗 这个地方是还是爱尔兰 不是 这个地方不是 这个等一下我等一下下一张图再讲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以色列来讲 他有多嚣张 导播下一张图 他完全就是不顾他 你看他部队的阵地在这个地方 那这张图就是很明显的 这几个攻击的地点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他攻击地点是在这个地方 黄色橘色的区域 是以色列这次下令 就是在这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这个黎巴勒军民都要向北撤 撤到这边以北 这条河以北 那我们刚刚讲的利塔尼河 大概是在这边这条 这边这个位置 利塔尼河 这个是蓝线吗 对 这蓝线 所以他要求他撤离的 这个区域里面 所有的黎巴勒军民 你都必须要撤离 那甚至于利塔尼河以北 你都要撤离 撤离到这边以北 所以他这个距离大概在60公里 以色列来讲要求到60公里 那等于黎巴勒军大概国土的 这个三分之二都被撤离 比刚刚那个范围又大了一倍 又大了一倍 所以他要求撤离 那这次来讲 橘色地方是现在住民区 就是他准备要轰炸的地方 他让你通知你撤离 那我们看到被袭击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联合国被袭击的阵地 总共目前有三个阵地被袭击 也就是说是意大利负责的营区 可是里面的士兵是印尼的士兵 在这个地方 是由意大利驻守 所以这个是黎巴勒南部的西边 对 你看到这个地方 是三个阵地被击中 就是用坦克来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维和部队你看 它很明显的 沿着它所谓的蓝线部署 这红色是被袭击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大概这沿线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都部署在这沿线 就是隔离双方 希望双方来讲的话 都不要隔离 这第一线 所以说沿着这个线 联合部队是部署在这个地方 就是不希望说你以色列来讲 你越境攻击 当然在里面也有一些 它的这种资源的据点 除了在这里 这个以色列坦克 这个开火 这个阵地被击中之外 另外这个地方也是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地方 是没有打 没错 它是被以色列整个军队包围 对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那张卫星图看到 它距离只有65公里 就是部队距离 它在这边开了一条路进来了 我有看到报道 它说是官兵这个住宿的地方 整个被包围 对 整个被包围 它就包围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是联合临时阵地 它在这个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这个区块 格兰高地这边 那目前来讲交战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这边交战 交战在这边 它这边进展不顺利 那我们来讲 以色列来讲 现在有可能的行动 军事上的行动 它可能就会从海上登陆 它已经陆海空三军 从海上登陆 它从这边切进去 它可能就是它的行动 可能就是利塔尼河 所以它是要先压制联合国部队是吗 我觉得几个目的 第一个它就是威胁警告你 联合国的威和部队 所以我是真的要打了 那你们在这边威和也没有用 那它认为说你威和部队是纵容真主党 你既然威和 为什么真主党可以在这里面 那你让真主党在这里面 我就打你威和 就警告 我觉得它警告意味十分的浓厚 希望威和部队你是不是自己就撤离这个地方 不要在这边再做威和 或者是说你不要干涉我事情 我今天打真主党 那你们自己在你们的碉堡里面 你不要出头 然后我觉得这警告意味非常的浓厚 那警戒你看它几乎它所有的这种撤离区 大概很多是虽然说有威和部队在里面 但是它可能不会是对 因为威和部队有一个特性 我只是威和 所以它没有重武器 它只是带一些步枪一些清兵器 等于当警察那种性质 所以它没有重武器 它也抵抗不了的以色列的攻击 那以色列对这边攻击态度非常恶劣 它是用坦克去轰炸它 那威和部队只有步枪 你怎么去对坦克 所以这次难怪人家联合国会非常生气 那我是觉得说 经过这次的事情 整个世界格局真的会改变 因为中国来讲 抢到道德的制高点 对不对 我谴责以色列 你做了攻击维和部队 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其实你在这个道德制高点 你就已经失去了 然后中国这时候 第一个挑出来出面 然后但是美国来讲就很尴尬 你可能来讲 你怎么去跟这个全世界 其他国家交代 说以色列违反联合国的宪章 攻击维和部队 像是06年那一次 以色列还找个理由吗 说拿到了不精准的地图 所以打错了 那这次就是故意的 这是故意的 就是我已经告诉你 我要打 因为郑主党在里面 在旁边我要打 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那你觉得呢 联合国维和部队能怎样呢 今天虽然是一片骂声 但是又如何 我觉得联合国部队可能也没有办法阻止了 这个平常来讲 这时候联合国部队可能只有在他自己的防复的阵地或碉堡里面 自己躲好躲满 因为我认为说以色列来讲 四个师已经进来了 而且他已经讲说从这边要切进去 所以他的动作就是警告维和部队 统统在这边你就原地不要动了 原地不要动 看我打看我登陆 对对看我登陆从这边 我认为他会从这边切进去 因为他陆军从这边打 打得不是很顺利吗 所以从海上登陆 从海上登陆切进去 确实他也 现在来讲他也是陆海空三军行动 我觉得他会从这边切进去 这有点像韩战 韩战那个首尔登陆的时候 这个麦克阿瑟登陆就是从中间这边 所以他是先空起乍一波 然后地面部队进去 接下来就是海上登陆 对对对 然后整个就 然后将这个就是逆塔尼河 他最起码最起码目标 可以推到这里 推到这边 他那时候有讲 大概那时候联合部队也是 认为维和认为从这边到这边 这条线 大概双方来讲都不要 都不要到这条线来 然后 所以将来这边会弄一个缓冲区吗 以色列的目的 当然要在这个地方建立缓冲区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只是有限 有限的地区 可是会打成无限的战争 你如果说现在可能 珍珠党会不会就这么容易 就束手就擒 或者是说会不会被震撼到 因为以色列他的观念是什么 就是我炸到你所有老百姓 都反对你这个党 为什么你们要让我们陷于 以色列的这种炮火之下生活 然后反对你这个政党 以色列他的逻辑是这样 可是你这样炸的结果 会不会让这些真主党 就从此束手就擒 就觉得说好像我很害怕 我就不再跟你对抗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可能很难 目前 这是这个军事上的一个解析 谢谢丽将军 好来导播回到刚刚那边 我们现在大概有个地图的概念 还有了解整个这个 今天的现况之后 我就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那你觉得呢 接下来联合国尴尬了 联合国会怎么做 我国际间这么多谴责的声音 那中国大陆在这里 也有四百多人 然后上次有一个人 有一名观察员死亡 我国际间的声音 我国际间的声音 就是一个人 来了 我非能递闹 当你体验 都要する 我一直有潜在 我说要知道 我们学生了 我马上学了 我们学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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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